我們就是把那個剛剛的部分做成查詢系統 那如果我今天需要做什麼呢 類似像這樣把那個像查什麼呢 查品名假設是青菜水果啦 我說好像這查我剛剛本來是打紅蘿蔔 後來發現其實沒有紅蘿蔔 因為它叫胡蘿蔔OK 所以這個它的關鍵字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讓它排序 那排序的話當然由貴的到也可以由高到低 也可以由低到高 所以假設我現在是由高到低吧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enter胡蘿蔔 那你會發現它就幫我把結果給列出來了 那你會發現這個時候最貴的出現了 你會發現市東市東 所以好像那邊都有錢人 市東路應該都天母 天母那邊有錢特別多 連胡蘿蔔都比較高級 吃起來的口感應該就不一樣 不知道可能都貴的往那邊運 那最便宜是哪裡呢 永春其次 比永春好像比較接近松山吧 松山那邊應該可能信義區的關係 可以有可能 再來就北投 北投好像 一堂北投物價沒那麼高 南門在市中心 成功 永春水源 最便宜的話會是在哪裡呢 你會發現最下面的話西湖 木星 木星的話在木葬 成德 成德在哪 成德在那個南港 應該在南港 在那個好像中校醫院旁邊 然後木星這個木葬 光復 光復 反正 便宜的好像都會是比較 邊緣 邊垂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其實跟前面有什麼不一樣 一樣我是下關鍵字 不過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個 一樣是 select的所有的欄位 當然未來如果你要其中幾個欄位 你可以在這邊不要start 就是其中幾個欄位 frommarket 因為我的table名稱 會有品名 空一格 這邊有空一格 like 這邊一樣是空一格 這個跟前面一樣 x放進來 但是我多了一個 order by 特別是 你可以把order by 放這裡 那如果你是要 應該叫遞減的話 就dasc 那如果你遞增的話呢 就是不要輸入 或者輸入叫 asc asc asc就是 d增 dasc dasc 就是遞減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 當然你不輸入其實也是遞減 預設就是遞減 那order by 平均單價這個欄位 OK 所以特別是要order by 的敘述 如果這你不熟啦 其實我前面跟各位講過 你也可以google一下 sico教語法教學 這邊不就是order by OK 這個order by 裡面也有跟你講 有沒有 遞增遞減的敘述 敘述 其他還有像light 我剛才有講過 有沒有 所以如果有一些會有詞句 另外你可以用and 連擊跟偶爾交集 其他還有in跟between 這些都可以用 只是說可能我們暫時講到 其他我想變化自己去花時間 自己去練習 其實如果你可以把這些東西 做熟 你sico語法應該就有一定的基礎了 我想也夠了 OK 但不是說 你需要的時候有些功能 你不會沒關係 不是在這裡完全背牆 就是你需要再來查就好 你把它當字典一樣 所以好像坊間有那種 什麼sico語法字典之類的書籍 你需要的時候再把它翻出來 然後run一下 其實基本上 你就有這種sico相關的技能了 其實不管是 因為之前有同學常問我說 老師你有沒有單獨開那種sico的課程 其實我反而覺得 因為sico我用到多半都是跟程式之間串的 很少獨立出來直接去run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寫程式的時候 裡面會用sico語法 但是不是獨立出來 你反而你把它獨立出來 我就比較少這樣用 除非說你要是當那個資料庫工程師 直接在那個像Oracle或者sico server 直接下語法 那那個可能就比較少這樣做 對方還是透過程式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你就自己再查一下相關的東西 好那我們剛剛是dsc 如果d-的話 那當然如果d的在前面 慢慢增加的話 有沒有 剛好電腦過來有沒有發現 上面的話就是便宜的 這個 那就可以把我們需要的資料給帶出來 OK 那再來還有一個地方可能注意一下 這邊 因為我們剛剛在建立嗎 建立那個table的時候 我們好像有用到double 有沒有 如果你是double的話 你如果過來的時候 最後一個欄位對不對 假設你像剛剛這樣執行 你如果沒有轉型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有沒有 must be stream not float 其實double也是一種float的形態 那只是說double的空間比較大一點 可以允許的空間會大於float 所以通常我習慣就用double 那所以這個地方假如說你出現true 我們以前講過嘛 你就是只要把它轉型 是tree ok 把它刮火刮起來 這樣就ok了 但是有個地方還蠻妙的 哪個地方呢 有沒有發現我們剛剛建table的時候 那個data有沒有 data我沒有轉耶 可是它trueok 顯然好像data它也把它當自串來處理嘛 這個我不是很了解 但我發現data沒有轉也是ok的 所以這邊可能要注意一下 前面幾個欄位都沒問題不用轉 後面這個欄位我一定要加true 那所以轉完之後把它存檔 再去執行它 這個查詢系統就ok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那這個部分做完之後的話 後面呢我們就接著要來看 因為前面的東西都是CSV的格式 那接下來後面就是我們來看一個有關那個Jason 因為在網路上開放資料 最常遇到的格式 第一名大概就是CSV 大概第二名可能就是Jason 所以如果說這兩種格式 你都會大概八成左右 開放資料應該都可以很好處理 那再來可能就XM 那Jason的格式它是長什麼樣子呢 把它打開來 所以大家可以 假設我們以那個台北市的公園景點來看 那裡面的話呢 預覽一下 其實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特別去注意 台北市的公園有哪一些 像其實公園裡面還有一些很重要的古蹟 它這邊沒有列錯 我還真不知道 它什麼吉功浩毅杯 還有什麼四月雪 還有什麼黃氏結校坊 一堆的東西 比如說像這些東西呢 它基本上的格式 它是用什麼呢 我把它下載一下 它就是用Jason的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格式 在這裡 我現在下載一堆了 按右鍵 首先當然你可以一樣 我剛剛講過 不過這邊 按右鍵 它好像就 印象中比較沒有那種 我把它開啟檔 它好像也會問你什麼東西來開 把它取笑一下 我乾脆直接用那個Nodebit++開 Nodebit 記事本加加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的開頭一定是一個中刮弧 後面加一個大刮弧 OK 那沒有折行的話 建議是檢視裡面它有一個自動 自動斷行 所以如果我說像你把它開啟 發現它沒有折行 那你就是檢視裡面 把它的自動斷行 把它點下去 好像在記事本裡面有類似的功能 就是自動換行 那把這個自動換行把它點下去 那你可以看到 它裡面的東西就長這樣子 那特別注意 那個Jason的格式有個特色 第一個 基本上應該都是大刮弧開頭 但是少數會是中刮弧開頭 如果你是用中刮弧開頭的話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串列 串列裡面放一個什麼大刮弧 它前面講大刮弧開頭 沒有一個Dictionary 有沒有 字典 所以其實它字典的概念裡面 就是key value 它前面一定會有key 後面放的是它的value key value key value OK 那一定是一個大刮弧 後面再接一個大刮弧 所以這邊的話 會是第一筆資料 所以你點一下大刮弧 開頭大 後面會告訴你結尾在哪裡 所以它key其實有點像它的欄位 後面的value是放它的資料 那所以這一筆 結束之後下一個 你會發現 它開頭一定也是一個park name park name 下一筆有沒有 一定也是豆點 加一個大刮弧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 我先把它剖析 丟到一個串列裡面 因為它開頭一定是一個串列 在大刮弧呢 再把它丟到dictionary dictionary裡面再去做解析 我才有辦法把裡面我要的東西 把它抓出來 那抓出來做什麼呢 其實後面還是要把它存起來 不然你沒有存起來 你沒辦法做後續的處理 所以通常 第一步 先把資料抓下來 第二步 一樣還是塞到database裡面 只是說抓的方式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剛剛的查詢系統 先稍微試一下 那多了一個order by order by的敘述後面就是哪一個欄位 order by 可能從跟那個什麼呢 跟單價有關 所以我這邊的話 可以根據那個單價 order by那個平均單價 那如果你递增的話 預設就递增嘛 那你就後面不用加 它就递增 它會自動幫我把那個 胡蘿蔔的行情 假設我查胡蘿蔔 它會慢慢递增 那 再來的話呢 递減的話 dsc 一公斤 一公斤二十塊 所以胡蘿蔔一公斤二十塊 一公斤二十塊 一公斤二十塊 一公斤很多耶 二十塊 是滿貼的 所以 好 那這裡的話 當然 請各位先試試看 後面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看 有關那個傑森的檔案格式 怎麼樣去把它剖析 反正放得到網路上面的 其實都可以把它抓下來 那如果 開放資料 假設是政府提供的話 或許如果剛好 你的工作裡面 有需要用到這些data 那其實不妨 可以拿來試試看 可以 跟你的工作 做個銜接 如果沒有也盡量多找一些範益 反正就當練功吧 以後 只要 執行程式自動可以幫你把data 全部抓下來 做後續的應用 試一下